国防部官员大家午安可不可以请部长 请部长 部长午安 4月23号 中国大陆的有八艘海舰船 进入钓鱼台 同时呢解放军有 事实价值的各种战机在空中进行掩护 包含了苏凯230 跟苏凯270 这是第一次出现 我想请问一下 中共的空军的军力 对于台海海峡对岸的 我们的空军来讲的话 我们的防御能力 有没有办法来阻挡 中共的这些空军的军力 我想空防是我们目前 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刚才委员特别提醒 刚才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跟实际上 有点落差 我们所掌握的情资 跟这个刚才委员讲 所到40架飞机的状况 并不事实 所以但是我们平常 我们在国防部 所以你认为 出来打断一下 所以你认为产经新闻 这个引述日本官员说法是错误的 这个数据啊 不是完全集中在那一个焦点上 这个部分 产经新闻的引用 跟实际上有一点落差 OK 请继续说明 所以目前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防空方面 除了战机以外 我们其他的还有一些 这个防空的措施 是整体性的 我们今天对 24小时 对我们台海的上空 都有相当的监控 也有采取各种措施 以防这些 我们所谓的这个 不预期的事情的发展 中共如果要袭击我们的话 当然一开始也不是 绝对不是用空军吧 所以你的所有的防卫措施 在一开始当下的时候 也会利息进行 我们坚征的部分 是优先掌握嘛 好 没有关系 我只是 我这后面还有问题 没关系 我再请问你 3月21号 中兴社 3月21号公布 中国海军南海舰队 它进行远海训练 编队 其中有井冈三舰 井冈三舰 重达这个 一万九千断的 这个到两万吨 您了不了解这个状况 它进行了这个 海陆的登陆演习 这个相关的资料 我们都有掌握到 他们的目标 是登陆海岛 对不对 这个相关的演习 它都是一些 多元化的运用 也不可能说 针对一项 这不是什么机密 因为 因为我用iPad都看到了 这个新闻都看到了 它甚至把这个 井冈三的租源 能够容纳多少 都讲得很清楚 我现在的问题是 中共的这个 登陆的能力 第一个 它的目标是什么 你刚才讲是多元的 表示它可以在南海 海南 南海 也可以在钓鱼台 也可以在我们台湾本 是不是 是的 那么中国大陆的这些军队的 海军的登陆能力 登陆能力就是说 刚才委员特别考虑的是 它今天所有的载具 传统的两栖载具 因为我们去台湾的海峡的状况 这一个部分都并没有达到我们 它想象中那样子一个完备 就是正规的登陆的载具 完成一个两栖登陆的这个 所需的正规载具 这个数量 你认为数量不够 是 数量不够的话 但是它如果只有能够控制海运 然后源源不绝地用它各式各样的 包含了古早的时代的机帆船 它都可以登陆嘛 对不对 对这个问题 向委员报告 为什么叫做 当初我们叫汉光演习 就是在二十多年前 我们认为它正规载具不足状况之下 如果它渡海作战 如果它运用一些非正规的载具 我们要如何因应 这多少年来 这就是国防部因应防护作战 都必须面对的一项事实跟考验 我不晓得我们的部队是怎么样来防御 对这些 我没有看过我们的军事机密如何来防御 但是我想要问的是 刚刚江启程委员也询问了 你说要靠国际奥远 靠国际奥远也有时间差吧 那这个时间差的时候 我们能够撑多久 我在第五届担任立委的时候 已经问过一次 当时的霍守叶将军 曾经告诉我 私下告诉我 我现在再请问一下 相距于十年之前 我们在于 争取时间差 来透过来取得国际奥远这个部分 有没有改变 我想这些部分 相关的能量 要根据整体环境 主客观环境的改变 如果说中共的 它的军力的增长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 它整体性造成我们 需要争取时间 会有做一些改变 你讲的话 我不听不懂 时间差 我们就用一个礼拜 来做日子 做齐程好了 一个礼拜是七天 请问你 它比七天 我们能够撑得住的时间 比七天长 还比七天短 向委员报告 就是说 今天如果中共的兵力增加了 我们应该会短 但是 就是说 需要的 争取的时间 反而要加强 你说什么意思 争取的时间要加强 什么意思 就是需要的时间 你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能够 党的时间短了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 能够延长的时间 要加长 那怎么办 对呀 就是它的 它的军力在不断的增长 我们更需要强化 好 我们现在谈一下 强化军力 你刚刚在报告里面说 F 或者刚刚在咨询的时候 谈到我们的F51 要除役了 那请问你 取代F51的战机是什么 取代F5 它原来的性能是 以训练机为主 我们当然要提升它的 你还是用AT3吗 不是AT3 那用什么 我们原来是希望 有高教机来取代 高教机 我现在问这个问题 韩国在2005年 也招揽了我们一些人 人才 去做了T50 T50取代F51 F5AB 就是F5型的飞机 那请问 我们是不是要用 金国号来取代 F5型的 这个训练机 训练工作 我们这个空军都有 各种不同机型的需求 有些委员 现在的问题在于 我们怎么样来弥补 这些 这些轻型战斗机 或者是训练机的 这个空缺 人家有T50 它不仅是做训练 它也可以做攻击 我们现在有金国号 但是金国号本身是 1990年代的 初期的发展 事实上从80年代 开始做的 那现在请问你 人家是2005年 对不对 人家的各种 武器租源 各方面的设备租源 都比我们要来的先进 我们如何来提升我们 你刚刚讲的 除了金国号的upgrade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 更好的方式 来弥补我们的战力 希望采购嘛 对外采购 又是采购了 那我们金国号不是可以自己做了吗 我想要引导你的是 为什么我们不去发展这部分的 它是选项之一 选项之一 对 我在最后一点 我还没有时间已经到了 是 我看到你这个报告里面 其实你没有说的 比你说的更重要 包含了金国号的这种 所谓的武器 飞机的这种自制的问题 包含了潜舰国造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有的工业能量 一直没有发挥 上次在杨副部长的时候 我也讲过很强调讲调 譬如说 我又再一次声明 攻击兵拉登 它用的不只是海军的特战部队 不特战 这个所谓SEAL的这个部队 它更重要的是空中有DRONE 有无人飞机 我们一直希望我们的无人飞机 中科院也在继续研发 不是要靠中科院 中科院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民间的生产能量 绝对是不容小觑的 谢谢委员